北里博书第三章 此外,我的弟兄们, 你们应喜乐与主, 给你们写一样的事。 唯我并不烦难, 唯你们却是安全。 你们要提防狗, 要提防邪恶的工人, 要提防自行割切的人。 其实,真受割损的人是我们, 因为我们是以天主的圣神实行敬礼, 在耶稣基督内自豪, 而不信赖外表的人。 虽然我对外表也有可信赖的, 如果有人以为自己能将信赖放在外表上, 那我更可以。 我生后第八天受了割损, 出于以色列民族, 属于本雅明之派, 是由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就法律说, 我是法利塞人, 就热忱说, 我曾迫害过教会, 就法律的正义说, 是无暇可止的。 凡以前对我有利益的是, 我如今为了基督, 都看作是损失, 不但如此, 而且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 因为我执意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为了他, 我自愿损失一切, 拿一切当废物, 为赚得基督, 为结合于他, 并非借我因守法律获得的正义, 而是借由于信仰基督获得的正义, 即出于天主而本于信德的正义。 我只愿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德能, 参与他的苦难, 相似他的死, 我希望也得到由死者中的复活, 这并不是说, 我已经达到这目标, 或已成为成全的人, 我只顾向前跑, 看看是否我也能够夺得, 因为基督耶稣已夺得了我。 弟兄们, 我并不以为我已经夺得, 我只顾一件事, 急望进我背后的, 指向在我前面的奔驰, 为达到目标, 为争取天主在基督耶稣内照我向上争夺的奖品。 所以, 我们凡是成熟的人, 都应怀有这种心情, 即使你们另有别种心情, 天主也要将这种心情启示给你们, 但是, 不拘我们已达到什么程度, 仍应照样进行。 弟兄们, 你们要一同效法我, 也要注意那些按我们的表样生活行动的人。 因为有许多人, 我曾多次对你们说过, 如今在寒泪对你们说, 他们行事为人, 是基督十字架的敌人, 他们的结局是丧亡, 他们的天主是杜妇, 以羞辱为光荣, 只思念地上的事。 至于我们, 我们的家乡原是在天上, 我们等待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救主从那里降来, 他必要按他能使一切屈服于自己的大能, 改变我们卑贱的身体, 相似他光荣的身体。